哎呀老婆煮饭了没有 煮什么饭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还叫我煮饭 你想要买啊 我去淋菜啊 淋菜你不煮的饭再出去啊 真是的 那你在家干嘛你煮啊 干嘛干嘛 我为什么要煮啊 当初怎么说呢 那我又要上班 你看我刚下班回来 我又要带小孩又要去淋菜 家里面的活你什么都不干 现在我就叫你煮下饭而已 我炒下菜就行了 你怎么连个饭都不煮呢 哎呀我都说了 我还不了那种游厌味 当初你自己答应我的 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卖美如花 叫我煮饭闷都没有 哎呀你看看你那个窝囊兮兮的样子啊 跟你结婚几年了 还是住着这个破网房 一天到晚就知道工那一亩三分地啊 那我也不想啊 我也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啊 问题是你看 你什么都不帮我 家务活你不帮 小孩你也不带 我哪怕有七十二变 我也变不到 变不到钱来啊 我得去努力干活挣钱啊 所以说啊 你以后啊 你就在家里面 请点帮做点家务 帮帮帮带点小孩 好让我出去赚钱 行了够了 那是不可能了 当初我都说不要小孩了 非要要小孩 现在要了 你又嫌得累了 反正我不管啊 我真是不干了 够的了就够不够 就不要够了 哎呀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都不想跟我过呢 反正我就是这样子 你能够就够 不够就离婚 哎呀 我看你啊 心里面 到底想离婚了 对不对 嘿 还好意思说呢 你看看隔壁邻居家的那些女人 哪个不是在家里面 带小孩看小孩 做家务 好要男的去去外面去干活挣钱 你呢 整天在家里面涂是抹粉的 趁着画质招展的 趁给谁看啊 天天不聊家 我还不说你呢 哎呀 我 我 我也要我的自由啊 我出去嘣嘣嘣 你也说我 什么呢要管着我 哎呀我买个口红买个包包 又要说我 不像我身边的那些朋友闺蜜啊 人家出去的都是名牌包包啊 买一只口红都一千多 买人家买那些化妆品啊 你知道多贵吗 你跟他们出去啊 我都觉得毁脸啊 那你干嘛跟人家比呢啊 我们 我们穷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我就是那样子 我就是那样爱慕虚荣 咋的啦 你咬我啊 真的是的 你 看来啊 你就根本就不想这么过了 你 我告诉你啊 真的是 当初真的瞎了眼了 看着你这种人 简直觉得就是 一朵千发 他夹在牛粪上啊 终于说就心里话了 你你你爱讲讲就讲讲吧 不过就不过 我也受够你了 村子里面的人了 怎么说我了 说我是个窩囊肺 取了你这个 这这这这种大火回回来 我记死我了 你本来就是嘛 所以说不是光我一个人说 连村村的人都看不起你 都觉得你是一个窩囊肺 还不是拜你所知 哎呀你拉死不出来的硬 我告诉你啊今天啊 我这个意思 我已经受够了 不想再忍了 哎呀 不过就不过 谁办谁呢 离婚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当着你这句话 我告诉你啊 今天谁不离谁孙子 好 谁不离谁是孙子 你这种女人啊 我也受够了 今天我也一亲一回 走 马上去离婚 走 走 有啊 牛啊 嘿干嘛 瞧我 哎呀 这里有没有米煞锅了 买米吃那个芹菜吧 天天吃芹菜 你看 你不要再打啊 天天都是吃芹菜 萝卜了 下锅几天我都跟你 你敢丢我手机啊 你烦了 你怎么回事嘛 整天都是这样不务正业的 你还想过不过啊 哎呀 你敢 敢不顶嘴你 你烦了你 你叫到我们家 说你销锅香啊 你叫个外婚女人啊 哎呀 叫你吃芹菜吃萝卜 你还嫌弃啊 哎呀 你真的是 一天自弃都没有 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 像你这种人啊 你真的是还不如我那个前夫的 他虽然没有你再有钱 但是他起码都会 就不要让我做那种农活啦 起码不会让我饿着动着 你呢 本来我们在城里有一套房的 被你这个败了 一早回到解放前了你 真的是 整天都在家里 坐吃山口 真的是当初杀了眼了 看上去这种人还以为你有 有两块钱 就可以给我想要的生活 没想到啊 你还不如我前面那个 更加我弄 哎呀 你还老是跟我比那个啊 你要没那个好 你跟他啊 你回去跟他啊 看人家要不要你啊 好 你说的啊 哎呀 真的想跑啊 我受够了 哎呀 你这个女人啊 自己在那边打你的游戏 哎呀哎呀 把我的钱夸夸了就想跑 哎 这种女人要不得啊 这么狠毒啊 哎呀 大嫂 小妹 干嘛哭哭啼啼的 哎 怎么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啊 你不是说离了婚 然后跟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吗 我我现在后悔了 我不要跟他一起 哎呦 当初你可不这么说啊 你当初你说啊 人家有车有房 最主要啊 是对你好啊 有车有房的屁啊 他那是啃老 他父母留下了家产啊 知道啊 整天都被他补物正业了 一天到晚都是出去蹦蹦蹦的 还有跟那些猪犯狗 有出去福气海河的 最后啊 一招回到姐妹前啊 又要叫我住那个破法房啊 天天让我干活 他呢 整天都是撬着二郎腿 在那里打游戏 一天到晚不正义的 不是我说你啊 你啊 这是活该 这是悠悠自取的 那个前夫玉民 那么好的人 你都跟他离婚 嘿呀 你现在啊 好了 你也有今天啊 怎么办呀 大嫂 不然我就先回家里就可以吗 回什么家啊 你这已经是个季婚的女人了 还好意思赖在家里面呢 我听说那个玉米啊 这几年了 一直都没有再婚了 是不是啊 他放不上你 真的啊 要不这样吧 你就赖着脸皮跟他道个歉 然后好好跟他父皇 毕竟啊 你们还有你们的孩子啊 可是我怕他不会原谅我 这时候我也拉不上那个脸啊 你拉不上那个老脸啊 大嫂拉上老脸 我陪你去 真的啊 真的 不过等一下要看你的态度 你等一下要好好地跟人家说话啊 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 你就拿他的软弱来说 你说啊 毕竟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 我知道说 只要前面 你也帮我说一些好话 我出去床 他才是最适合我的 行了行了 赶紧去吧 走 过来啊 扭扭捏捏捏的 玉米 你还回来干嘛呢 老公啊 我回来一起求你的原谅 对不起啊 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 我们复婚好不好 复婚 你说复婚就复婚啊 嘿 你都不是嫁给其他人了吗 不是过了那种啊 想复婚的日子了吗 现在又跟我复婚 人家都说了 好马不知回头草 我才不要了 丢你 哎呀其实也没有价了 只是还没办手续而已 只是办了久 没有 我想回来跟你复婚好不好 办不办那都吃药 关键是 你不是嫌我穷吗 嫌我没有钱吗 我我我我供不起你这种大佛 你厚实懒做了 天天在家里面 啊 涂子模仿呢 我也供不起 我不涂了 你看你看 你看我都穿这种比你的孩子 以后我学会了几个家户 以后我来做好不好 哎呀 玉米啊 俗话都说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刚好看啊 你们还有一个孩子啊 哎呀自从你离婚了 到时候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啊 你想孩子生长在那个单身家庭中长长吗 再说啊 我妹啊她真的是知道错了 她不出去一趟啊 她就不知道你的好 现在啊 她才意识到啊 你才是她的最爱 她以前那样胡搅蛮缠 她知道错了 我现在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些闺蜜啊 故意刺激我的 他们其实眼红我们过得好 他们就是其实表面 看了光鲜亮丽的 实际上啊 他们老公有钱怎么样 天天出去应酬业不归宿的 我觉得还是以前我们那种生活 平平淡淡的好一些 我知道错了 我当时一时冲动 冲昏了头脑 被那个物质冲昏了头脑 所以我 你真的改得了吗 我当改我发誓 以后呢 你负责赚钱 我负责主呢 你看看她现在穿着衣服都不一样了 她也确实一直知道她以前 她有这么多物质的 现在她才知道平平淡淡了 才是睡幸福的 对啊 算了 其实这么多年了 我心里面也是放不下你 孩子啊也尽量跟我说 妈妈呢妈妈呢 我都不懂得怎么回答她 那你们你应该说我出去打工的 是不是 你没有说我不要 没没说你坏话你就放心好了 我知道你这是最好的 那那回来就好 这样才对嘛 人家都说夫妻同情 齐力断金 这个家才会合合目目呢 对对 赶紧回去做饭呢 我学会煮饭了 那行 我煮给你吃 你在家里在这里做的 你跟大嫂聊一下 我煮饭 还有要领菜吗 我也要领菜 有空再领吧 等下我们吃了饭 我们就去把那正领回来 哦 对对对 这个是最主要的 哎呦太好 你看吧 看她的诚意啊 就已经知道她吃到错了 所以啊 我们应该啊 要给一次机会她 人 人非圣言熟能无过 对不对 对对对 多谢大嫂了啊 那进屋进屋啊 行行行行